春节期间 87岁的刘奶奶感染新冠后发生了肺炎 正在北京市朝阳区南莫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接受康复治疗 接受专业康复师每天为他进行的呼吸训练和运动训练 就是因为这个新冠之后 就是无论你是从通俗讲体力上 包括你这个非功能上面 就都是需要一些训练 然后所以这个康复就会介入的也比较及时 南莫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是朝阳区两家达到二级康复医院标准的社区医院之一 康复治疗是其一大服务亮点 今年春节期间 该中心的所有科室对外开放 满足市民就医问药需求 康复病房内十余位患者的康复治疗也会照常进行 每一个治疗师要对你的病人有一个一对一的一个计划 我们是一对一的康复训练 那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可能侧重于力量 有些人可能侧重于呼吸 那你这个训练都是单独的 自去年12月25号以来 已经有超过十余位患者在接受康复治疗之后 症状得到缓解 达到出院标准 成就感很大 你能明确地看到每一位病人就是他们的恢复 他们能够变得更好 就是这个这种成就感 其实是我觉得是可能一些 其他的职业可能很难给你带来的 尤其是你能看到就是他的每一天的进步 那莫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任局介绍 该中心分为两个院区 开设五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开设综合病床100张 共26个嫁衣团队 春节期间为周围9.43平方公里 将近13万的辖区人口 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需要 好了啊 再来一个 1 2 3 起 很好 看到了吗 是吧 这样去起啊 放松的去发力 不要想着我要起多好 93以上 94 95 96 这都没事 好吧 这我倒是97呢 对 正常 血压一太棒了 现在功能都挺好的 血压也稳定 朝阳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朝阳区现运行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240个 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2个 下属社区卫生服务站181个 独立社区卫生服务站7个 建有病房的社区中心15家 时有住院病床1066张 春节期间 这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全部开放 方便市民寻医问药 从我工作到现在30年了 基本上真的过年过节的时候 基本没有完完整整 在家过一个假期 确实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也不后悔 因为我从事的就是这个工作 为社区百姓服务 为居民服务 希望新的一年我们这儿的病人都能够更快地恢复 然后希望自己的工作比较顺利 然后家人也都比较好 先好好睡觉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等到 如果说就是可以的话 到时候再比较再溜达溜达 因为来了之后 也没有好好地去逛一逛